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次的复古 我们也是经过专家学者来和我们做考究的 其实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车子不是更新 也不是改造 我们是把它给复旧 根據原油栗子這個顏色 原來就是納曼朗 所以你就把它漆成納曼朗的顏色 這個電風扇是最老的 目前市面上絕對買不到這種電風扇 我們就是把它再次的拯救 讓大家能看到說這就是原來的東西 方山站是全台灣最難的火車站 因為這個站一走出來 就可以眺望整個台灣海峽 那這個站體本身非常具有特色 外觀的站體其實也是復古懷舊風 跟現代的車站其實有很大的不同點 到這邊來就會讓人想起一首歌 叫做思想起 藍皮我們希望能夠創造出一種回憶 曾經搭過藍皮的人 你會回想到你以前年輕時候 搭成藍皮的那種樂趣 這個火車我就非常的一個感動 因為我的童年的時候 我父母帶我坐火車 那是一個多興奮的事情 一定會抱著這一支 在這裡旋轉 在這裡旋轉 這樣子轉 甚至你的兄弟姐妹也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一個行程 以前你沒有搭過藍皮的 這次來搭過藍皮之後 你會對藍皮有很深的印象 你會覺得搭成藍皮 是一個非常好的旅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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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記念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旅遊方式 你會再投入